我剛剛講中國 然後說不行你要講大波 可是我遇到了 因為我只 你現在在錄嗎 你應該在錄了 我們要彈這個嗎 可以啊是不是 沒關係 繼續啊 你就繼續就好 你就繼續就好 不用而已 沒差 我要錄影我的那種 請大家幫我們動動小手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先 你先 我叫竟平 然後 我在英國的 Canterbury 然後他是很靠近倫敦的一個生活圈 然後讀研究所 然後我主攻是 設計 藝術類 是佳琪 我在 你要說在英國 或是說到蘇格蘭都可以 在Glasgow 是蘇格蘭的第一大神 念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就是國際行銷 因為其實 我是住在 靠近倫敦的地方 然後因為倫敦其實 因為歐洲其實有聯航 就像Ryan Air 跟那個 EasyJet 就很像虎航那樣的東西 然後 他其實就是你時間橋對的話 就是 你可以買到超級便宜的機票 然後來回可能只要台幣 就一千塊以下 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 然後因為在歐洲其實 像那種 背包客客站 或是Hustle那種 都 都還蠻流行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 蠻低成本 就是在 不同的城市去住 不管是長居 還是短 就是短短的 停留都還蠻適的 倫敦的台灣人是爆多耶 就是你可能會 可能會走在路上 欸 你是台灣人 他說欸對啊 然後說欸你是旅遊 還是來留學 那都認識 他們都會 很多都會互相認識 互助會 互助會 有點像互助會 他們就會有 一起這樣 一起 一起 我覺得倫敦是蠻值得去 因為倫敦真的是 還蠻多東西可以看 而且美術館啊 很多東西其實 他們的美術館跟 藝廊 很多都是免費 他可能也是鼓勵就是大家 就是多多參與這種活動 在倫敦 真的是蠻多活動 就是音樂啊 藝術啊 設計什麼 什麼類型的活動 其實每天都 都還蠻 都還蠻 就是彭博文 他們有可能會覺得去參加一個藝廊 參加一個秀 或是什麼 會是他們的 下班後的娛樂 這個感覺 對他們來說 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對 相應一下他們的生活 對 在英國的外食真的是 消費蠻誇張的 所以大家其實基本上 留學生都在那邊自己組啊 我自己是大概一半一半 對啊 所以我覺得蠻多留學生 其實大部分在那邊都自己組 因為外食真的太貴 然後大家都會說 就你這一年最大的進步是什麼 就會說 廚藝 廚藝 大家都是去英國學廚的 要什麼亞洲食物都有 其實台灣餐廳在那邊也很多 然後Coco啊 一方啊 然後還有什麼 共茶 共茶 對什麼都有 鼎泰豐也有 還有猛甲雞排 只是那個價格大概就是 三四倍起 對台灣來說 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就是你會覺得 每次出國一定是 就是用上飛機的 對然後你就要出海關 但是 所以歐洲有可能就是你搭 你可能搭巴士也可以跨過一個 國家的邊境嘛 留學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覺得 留學的部分就是 教學的方式跟台灣不一樣 就是模式整個跟台灣不一樣 你自己覺得 台灣就是 老師講 然後你聽 在英國就是 老師會一直丟問題給你 然後讓台下自己討論 那台灣近幾年 可以感受到有些老師想要改變 但是因為台灣 台灣學生還是習慣說上課 就是聽就好 所以他不會有想要回答什麼東西 所以即便老師問 同學還是通常都不太會答 我覺得差別比較大就是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有問題 就是英國的老師不會主動 不會像台灣老師這樣 看到你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把你就是 跟你講 對跟你講 可是你有問題 他們就會覺得你應該要去找老師 自己跟老師談 所以 其實教學上是比較談 算是彈性 但也是比較就是放牛一點 他們也希望學生主動一點 對主動一點 然後他們會覺得 不要限制你太多 你可能反而會成長更多 但這也是比較有趣 是因為 我覺得亞洲同學 大部分 他們可能就是 真的就像台灣一樣 就是平常就只是聽而已 比較會怕 會怕表達自己的 也怕講 然後可能也是語言問題 然後習慣性就是都聽 所以 就比較不會分享 然後搞到最後 大概就是 就是其他的 像歐洲同學 或其他的學生 你就會覺得 就是浪費時間 因為有些人真的就有點像 簡報完 報告完之後就 開完自己手機 然後就 不再參與 可是這樣就是有點 變成你沒有聽到別人 做的東西 對就是沒有交流的可能 完全沒有交流的可能 就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我們那邊 普遍上課在發言都是 歐洲人 或是 他們比較敢講 他們比較敢講 因為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 你有什麼 你可能聽到 那你覺得 你有意見 或是 你有疑問 對 或是直接講 都可以直接講 對 他們 我之前有去上大學部的課 然後就會發現他們老師其實 有些講一講小朋友 就是他開始問說 你有什麼想法 或你會覺得 你覺得 是 這樣是好嗎 還是不好嗎 還是什麼 你可以講講你的想法 他們是真的會蠻 直接去講一些他們的想法 雖然有些東西聽起來就 欸 好像有點可笑 可是其實 我覺得 他們講出來的這個過程 對 被鼓勵講出來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蠻 蠻重要 而且他們 他們都比較有自信一點 因為我覺得也是 從小就有這種 教育的關係 對 可能家庭 講出來的習慣 然後 演講的習慣 所以他們在 尤其是因為藝術跟設計 其實要講一些比較 私人的感受的時候 有些 會有點害羞 就會覺得 欸 這東西 比較私人 就會不好意思 就會覺得 我如果說這樣好看的話 會不會怎樣怎樣怎樣 就會覺得被別人批判 在 在歐洲我覺得比較 還好一點 大家好像對於 不同意見 的包容心比較強 就算你講得不好 老師也 會說 謝謝你的發言 對 會算是鼓勵你在 就是 講話的部分 我覺得是蠻大的不同 對 對啊 會變成說你回來會 有點不習慣 因為大家 比較習慣 在台灣大家比較習慣 聽 對 真的 真的到英國的時候 英文真的是 英國人的英文 英文 有點差 對 真的是 蠻大的落差 我自己 一年讀完書 然後我在那邊還有再多待一陣子 之後 我其實還是有很多 人講英 就是在那邊 遇到英國人講話我還是聽不懂 我也是 我之前覺得有點像台灣人講英文 我真的有點嚇到 有點想說 欸這腔調怎麼變 你說書哥來的喔 對 有點像 有點像 南部海線的人講台語那種強調 就是他的尾音會稍微有點上搖 對 會調到 有一個quick out 對會quick out 然後因為我爸爸也會這樣講 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有點台詞 你會覺得有點似曾相似 可是你又有點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我們現在講 我們現在講中文講得很開心的話 有些東西可能就 會完全 會黏在一起 對就是黏在一起 他們也會把很多話這樣黏在一起 然後一講完就會 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 有時候那個字母一連音 然後你會聽不懂 對 比如說什麼 對 連在一起 然後前面是一個 滿頭問號 然後你會覺得 這個詞我怎麼第一次聽到這種感覺 滿頭問號 而且他們會有自己的詞啊 像比如說 英文 我們自己學美式英文的話 就是 trash cam 就是垃圾桶 他們是講 rubbish bin 或者rubbish ban 對他們是講 bin或ban 就是好像 都有 他有一個手冊跟我講說 垃圾桶要怎樣 然後我一直找不到 trash cam這個詞 對 就會有一些生活上的 對 要有一點點 就是小準備 有一些詞之不同 對 然後我們之前 我之前因為 chips在英文裡面 裡面是 就是 就是可以是那個叫什麼 薯片 反正就是洋芋片 然後在chips的那邊是 薯條 然後他們的薯 就是洋芋片好像是叫 crisps 然後我們之前就 我之前就一直開玩笑 因為crisps聽起來很 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 我就一直在 crisps 你要吃crisps crisps 然後就一直重複 然後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我很煩 你說當地人 對 因為就覺得很白目 就剛剛以為我在亂講話 那他們很習慣唸那個詞 對 但我們唸起來會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超難發那個音 然後就 然後 然後覺得你來亂唸 對 他就 可能覺得我們在亂搞英文的感覺 他們對 他們對於聽到 然後 比較美式的音樂 tomato 然後 我 你如果跟他講 因為你可能去漢堡店 就會點到 tomato 番茄 然後他們就會說 tomato 這樣 他們就會 他們會用他們銀槍在唸 對 或是他會 聽不懂這樣 然後就想說 不是一樣嗎 然後我之前就是在報告的時候 有講到trash過 就是 垃圾 然後 我們教授就這樣 嗯 trash 就這樣 然後就想說 好 趕快改回來 他們會 希望你用英文 對對對 英式的 然後我那時候報告的時候 也是因為 我就給他看我的報告 然後我是用美式鍵盤 然後教授就是 他就是眼睛就火 黃眼睛睛亮起來 就說 這個 要改成英國的 然後我 趕快把鍵盤換成英國的那個 因為他就是那個鍵盤會有國旗嘛 然後就換成英國 他就覺得 這樣OK 其實大部分的差異就是 那個拼他們如果看到 就是你拼美式 他們會 我覺得會 他們會不開心 我們教授會不開心 會有點 他們會 他們會寫說 我們是 已經到碩士了 怎麼還可以寫這種 美語的感覺 對 我覺得還蠻 他覺得美語是比較 沒有 就跟我們 就比如說 如果 如果有一個人 就寫中文 然後在台灣 然後跟你講那個 垃圾的話 你會可能就會說 不是是垃圾這樣 或是 就是這種感覺 比如說 飾品 飾品 這樣 然後你覺得 是誰抽 對 會糾正他 就是會有這種心態 我覺得英國人也是 其實跟我們一樣會有 他也比較靠旗 對 也不是說靠旗 你要用我這裡的 你居然來英國 就是要用我的 的感覺 不開心不會講 他會禮貌性 會 他們還是會裝 會裝有禮貌 對 會裝 但其實 你還是秉約的感覺出來 還不爽 或是 而且因為英國人是真的蠻有趣 你真的要跟一個英國人做朋友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蘇格蘭 那英格蘭是這樣 就是 你真的要跟一個英格蘭人做朋友 是一件真的是超級難的事情 因為他們其實自己都會 他們自己聊起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圍繞在他們的話題 或是很圍繞在他們的幽默裡面 我也不知道是志士勝高 還是就是有點排擠其他人的感覺 但是就是 他們的幽默其實本身就很難懂 而且他們也不會想要跟你解釋他們的幽默 所以其實 他們如果丟一個幽默的梗 然後你沒有接到的話 他們其實也會有點受傷 然後他們又不解釋 他們就覺得解釋就不好笑 不好玩了 你就是要知道這種事情 或是 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但久而久之就是 會有 就開始會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自己是 沒有什麼 英國的 英格蘭的朋友 歐洲人比較好聊 歐洲大陸的人 欸 搞分裂 我剛剛講中國 然後說不行你要講大陸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我以為要跟遇到中國 我遇到的比較還好 我覺得 因為我那邊很多是官二代 就是 他們就是 就是 黨性 黨性難以啊 就是 腦袋比較僵化一點 可是你講不聽 可是有一些還是會跟你一起討論 我覺得這比較健康一點 他們會有一些會覺得你如果去 有點像diss他的話就會 翻聽到他不順耳的東西 他就會覺得 媽的你台獨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說媽的你是什麼 他們就會灌你一個名號 因為你不順他 他就會灌一個名稱來抨擊你 然後你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其實 我們就是住室論室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班有一個北京女神 然後那時候好像有一個 義大利的品牌 反正他在上海 反正就是歐洲人 男校的無聊笑話 像這個東西就變我們上課 marketing的教材 然後 然後 他們就吵起來了 然後老師問大家想法 然後中國人平常不舉手 他們這時候就一直舉手 覺得說這是在乳華 乳華 這就是乳華 這是乳華 他說 因為義大人其實愛開玩笑 這其實 我覺得歐洲人都愛開 就是有一點小種子的玩笑 文化上真的是 交流上 他們會是 滿多 滿多坑的 就是 你要跟他聊什麼 他們就會 有點敏感 變成如果你要跟他 中國人比較校正 維持 維持關係 他們會當真 校正一點 他會很多 認真 嚴肅一點 你不能去查 然後中國同學他 有一些還是對台灣有興趣 比如說他會問你 韓國瑜或是柯文哲這種問題 然後 跟他講都還算可以 但我自己有遇到的一個是 我以為他們 喜歡我們稱他為中國 但他其實喜歡我們叫他們大陸 對 嗯 對 我後來發現這兩個詞的 不一樣 那我是 講到中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講大陸 他是上海人 然後他是 算好好的跟我講 他跟我講說 如果你遇到比較偏激 他會開始罵你 我知道 因為中國這兩個字 聽起來比較像是 人種 那 有很多中國同學他是 活在自己的事業 然後 上課都講中文 B站 下課也講中文 對 我們那邊的中國同學也是 一群 大群 然後他們就真的有自己的生活 對 比較神秘一點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 如果你要出國念書 我自己覺得英文先念 我也覺得 會希望可以 就算英文不好 就盡量可以跟 對 英文盡量希望 你的同學啊 台灣人大部分都會抱這種心態 就是想要去交流 或認識不同的地方 那他們會覺得說我們就是 來渡經 他們都這樣 就是世界強國 我們就是繼續 維持我們那一套模式 他們號稱來這邊渡經而已 渡經 就拿外國學歷 渡經 對對對 我適合這樣講 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就說 你出來這邊渡經 渡經 難免好 因為每個國家都是 還是會有一些 我覺得比較 風情不同 風情不同 那 OK 那其實我 現在還在就學中 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先跑回來 所以你是有避難型回來 對 我是避難型回來 我看一下 那我自己 其實蠻幸運 我一月初就差不多 簽證結束 然後 我就回來 所以那時候其實也沒什麼疫情 但我其實一開始聽 因為一開始的疫情 在亞洲比較嚴重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是有聽一些 那個倫敦 就是歐洲朋友 他們就有覺得說 我們大驚小怪 對 就覺得他這東西就是流感 然後我之前還聽到一個舉例 他說 你會中流感的機率 就好像 你會被 走在路上被車撞機率一樣 所以就是有什麼好擔心 我還有很多台灣朋友 因為就聽到這種言論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就決定要翹克 然後先回來 然後他就說 我賭罪之後一定會爆發 結果他真的就回來之後 就爆發了 然後我是 就是我剛看我是三月 快三月底才回來 其實那時候 台灣人都差不多走過 該走都走 然後 滿晚耶 我那時候就 因為我們其實 那時候課程已經 將近結束 再來的部分都是自己 寫論文 自己跟導師約時間 然後 那時候我就在做報告 然後我就問中國同學 我問他說 你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 他說 會中就是會中 不會中 就不會中 然後 他的意思就是 他沒有回來 那我的飛法是 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 只轉一次 那時候轉兩次 所以我第一次在 法蘭克骨折 第二次在 換骨折 其實這樣很危險 因為只要有其中一段 飛機不飛我就會 卡在那邊 然後變成我可能還要 入他們的國 然後要 隔離之類的 所以其實蠻冒險的 然後很多同學他們 飛機票的買法是 一次買個 五六家的 然後看誰有飛就 坐哪一錢 然後其他在退掉 或是乾脆就 不退 就他們已經不管錢 土豪式 他們已經不管錢 他們只想要回來 然後我是找了一班 最有可能會飛的 然後 把自己弄回來 那很幸運我 整段航程都很順 進到機場的時候 在Glasgow的機場 就是戴手套 跟 戴口罩 那有些人會穿防護衣 有些人連廁所無趣 對 有些人不吃不喝 有些人不吃不喝 那我還是有稍微吃一點 因為我旁邊 我想說做豪金就 比較不會有人 然後我旁邊整排都沒人 所以 我雖然運氣蠻好的 回來就是防疫嘛 就 G加減疫 然後就 很順利的度過 大概是這樣 講一下在英國當地 就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亞洲人會開始買口罩 然後歐洲人會覺得說 大金小怪 大金小怪 而且他們平常就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像在奧地利他們戴口罩好像還違法的樣子 好像 好像 會不會罰錢 就是如果你不 沒怎樣你戴口罩 不能遮臉 對 好像有這個問題 然後所以導致他們歐洲的 民情就是不喜歡戴口罩 甚至他們可能咳嗽可能嚴重 他們也不會戴口罩 我之前好像有特別問 他們就會覺得你戴口罩的話一定生病了 而不是預防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你戴口罩 你 你可能就是病人 而且是病很重的那一種 就是你病 對 所以他們不會覺得戴口罩可能是 為了要防止其他人 就是 他們 所以他們可能還會有那個社交劇吧 就會覺得 你只要離這些 好像會噴病毒的人 遠一點的話就會沒事 就是他們民情思想的 確有點不一樣 對 就是他們從小就是這樣的教育 那我們也不能說他們這樣不好 說真的 就是他們 就我們在搶口罩的時候 他們不緊 然後 戴口罩的時候 其實我們戴的也都是戰戰緊緊 就像我上Uber 然後 他被揍嗎 我要去機場 我要先跟他講說我是在預防 我不是有病 然後 幸好他也能夠理解 不然我很怕他 拒載 拒載之類的 因為聽說有人會被攻擊 或是被丟石頭 那種 就是你如果戴口罩 他們可能真的就覺得你就是 有生病 然後一拋出來 不會覺得 真的不會覺得你是為了預防 對 怕別人噴到你的那種心態 對 算是文化的一個差異 對 想法不同 那整體來說你覺得 你的留學 我自己覺得 還滿好玩的啦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因為英國會真的是比較 自由類 比較自由 在研究所方面 我覺得相對比較自由 所以你如果沒有提前準備好你想要做什麼 然後就到 就一賭 好賭到英國去學什麼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點點 小失望 所以我覺得 真的如果要去英國 讀書前可以 好好準備一下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跟你那個人生規劃可以提前 提前列出來 然後 到了當地之後 一些突發狀況 疫情上面可能沒辦法去停的話 對你的留學會比較 生活會比較有幫助 也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該怎麼說緊張感 或是什麼失落感 失落感 對 我在去英國留學之前 我沒有去過英國 然後我選 我選這個城市 單純只是因為學校 我想說 如果很無聊就很無聊 可以自己做其他事 幸好這個城市 它 還滿 以英國來說還算 還算大 好像 蘇格蘭第一大 然後 以整個英國來說好像 第三還是第四 還是滿大的 然後 幸好還是有一些事可以做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會想說 蘇格蘭第一大城 竟然這麼無聊 那其他 那種 真正的鄉下怎麼辦 那種感覺 所以在台灣生活還是滿 台灣真的滿方便的 這真的是總結 大家去過英國 或去過其他地方歐洲留學的人 可能美國也是 我覺得台灣真的算方便 就是 熱鬧 然後 東西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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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自己做 太假掰了 因為有些人 有些台灣人會覺得 音腔還滿 還滿好聽 他會有一個優熱感 對對對 會覺得很 他可能覺得他那邊待比較久 然後或是 我跟那邊當地融合在一起 而且因為在 因為在那個 電影裡面 音劇的那個音腔 的確聽起來滿好聽 可是你真的 你說福爾摩斯啊 對那種東西 就覺得你好像真的滿浪漫 或滿有氣質 福爾摩斯啊 阿摩斯 可是你真的如果到英國 你到英國的時候 你到 其實不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 你去看 這算是 真的 感谢观看